我是Leslie 请听我的超越 Beyond的故事 So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 不饥放中 追寻音乐 追寻梦想 本地音乐创作人 分享他们 和音符的故事 创作人 创作歌 Leslie 好评如潮 在足够浸票 想法又开谣 Hi 我是Leslie 好评如潮用心推介又来了 多谢收听 每一集开头 Opening 我都会衷心多谢大家 扭开你的电话 扭开你的广播器 去收听我的节目 在这个节目当中 你会找到 你们一直想找的好音乐 你们一直都没听过的好音乐 又或者是 一些可能大家 梦味以求 或者是未曾接触 又或者是 经典的音乐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的 这次很荣幸邀请你这个年轻人 他一个很新鲜 很阳光 也都有亲和的年轻人坐在我旁边 有时我看着他 我心想 我小时候 好像他这么年轻的时候 我还是留在一些很美满的地方 是一些很浪费时间的地方 在这儿混沌我的人生 但是同一时间 我看着我现在这个 坐在我旁边的受访嘉宾 一位很出色 懂得电池作曲兼主唱的唱作人 也都会在这个 麦花省那里 举办音乐会 哇 都不想 哎呀 如果我早点认他就好了 不过不行 时空交错不了 是呀 有心不怕辞的 我会发觉 但是怎么也好 有时 在他们的 心路历程 又或者 去创作的路途上 他们的灵感上 可能会有很多东西 令到我有所得知 或者是听中缓有所得着都不出奇 包括音乐上 甚至乎 做云的道理上 我是长作歌手 麦文軒 Sunny Sunny自己改的名字 很新菜 是自己改的 因为那时候读书的时候 一定要有个英文名 老师要叫的 不知道叫什么 然后就觉得 好像有意技 又不会很难读 改了Sunny这个名字 作为 唱作人 作曲又难理不了 填词又难理不了 就唱了 为什么有什么 这样的事情 会在你身上发生 后来受到 家人的分导 还是你小时候 已经拿着咪 跳去熬床上 还没在那里唱 说起唱歌这件事 真的真的要由小 寶寶的时候 可能甚至是我还没出生的时候 还没出生 因为 其实唱歌这件事 是有少少都牵涉到天分 我就问他 其实你们是不是做了什么 是让我对唱歌 或者对音乐有兴趣 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 其实他那时候 拖着我的时候 他经常都唱卡 就是我爸爸 当年他们的年代 唱卡还没那么普及 我爸爸就买了一部 唱卡的机 回家 就想让我妈妈 在安胎的时候 可以有一些消遣 然后我妈妈就经常都唱 然后他就说 我想一定是因为 那时候他就在唱 所以就搞到我 在套里面 都受到音乐的培养 到出生的时候 好像都挺喜欢唱歌 然后就去到出生之后 他说 通常的BB 都是会讲一些单字的 线一开始 他说 我是懂得唱歌 先过讲话 大哥 我们怎么主持这个节目 第一次听 就是会幻想到 已经是动画电影 BBBoss 那时候还没讲话 会唱歌 是啊 这个都是他说的 哈哈 可能他有点夸大 也不一定 不会的 有时候很相信的 音乐的东西 后天可以培养 但是先天也都是 不用置意 一定是很重要的元素之一 嗯嗯嗯 是啊 然后去到 小时候 其实一直都 很喜欢唱歌 我记得第一次接触 流行曲 或者广东歌 是在我两三岁的时候 两三岁的时候 我家人 我想跟很多家人一样 都是会开着电视 吃饭 平时在家电视 是主要的娱乐 然后在那时候 电视也会播很多不同的流行曲 我那时候就听着电视播的歌 我记得我第一首会唱的歌 是Sammy 郑秀文的《舍不得你》 你有没有听过 我舍不得你 爷爷 那首 刚刚转去华纳 一个新的发展 一个新的开始 是啊 刚刚转会 然后那时候 我就开始喜欢听流行曲 然后那时候 我经常都 有空就在那里唱这首歌 就是说 平时跟亲戚 如果出来 偶爾吃过饭 然后那时候酒楼 如果都是有些唱卡的东西 或者有支麦克服 我家人就会叫我去表演 哎 唱首歌给大家听 那时候就整天都唱这首歌 然后一路唱唱唱唱唱唱到 现在我还是很喜欢听广东歌 我还是很喜欢听乐曲 听三机 这样去接触很多不同的音乐 然后就来到现在 还有机会做自己的音乐 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有作曲的才能 填词的天分 还是怎样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确定 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才能 我只是 哈哈 这么多首自己创作的歌都不知道 我自己都是用感觉 我想作为音乐人 很多时候都是感觉先走 我第一次学作曲 其实只是去年的事 因为我自己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时候 那首歌不是我自己作的 我自己作词而已 那时候我心想 其实都不知道有没有下一次 可能都是自己人生里面 一千零一首歌 不如真的自己试试作 起码里面说的东西 或者是内容上都是最符合自己的心境 那时候就淡沉沉自己去试试作词 但是作曲真的是 因为出第一首歌之后 那有其他音乐朋友都鼓励我 不如你也试试试试作曲吧 那可能令到你的音乐可以更加代表到你自己 那所以我就去了学作曲 然后学完之后就有刚刚推出的这 第2、3、4、5、5、6、5的作品 嗯嗯嗯嗯 就是这样慢慢一步一步 由你爸爸很爱舍你妈妈买一部卡拉OK回家 是很音乐 由卡拉OK的那部机在家里开始 一个很顺理成章 生命应该是生命 不过你爸爸你妈妈 是在影响得你最厉害 嗯嗯 我们说近一点 那就是 举办了音乐会 那有五大主题 那我们除了想问你当中的五大主题 是不是你人生受益之外呢 你筹备这个音乐会有什么苦与乐 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叫做他生 中文名 那其实他生这个主题 我自己想的时候 那个意思是想说他的生命的意思 那他就是我 因为我想介绍我给大家认识 那我想大家都未必是很认识我 或者推出了几首自己的作品 然后又是一个独立的唱作人 那所以 很想既然有这个难得的机会 就用这个演唱会来 真的很好地把我整个人 介绍一次给大家认识 那至于这五个主题是 大家说一说吧 虽然你也很熟悉的了 有生 有活 有结 有呜 就是各呜各呜 还有别 别来的那个别 嗯 五大主题 是 很触碰的 是吗 是 很文清feel 那就是最好了 那之后 这五个主题其实 一开始我的概念是想讲生老病死的 那因为讲我的生命 那我除了我的生命 一个个人生命一样 都是会经历生老病死的 那所以在这个演唱会里面 我想讲到的就是 由我出生 由我出生 到真的一路成长一路生活 然后到中间可能遇到一些很美好的东西 去滋养我 然后当中除了美好的东西 都一定会有一些难关 有一些不好的情绪 不开心的时候要面对 那这一部分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然后经历了一些好和不好之后 究竟在我的思想上面 或者在我的人生观上面 我是要怎么面对我自己 或者去怎么面对这些不同的风景 人生里面 然后到真的可以好好地消化到自己的人生面对的东西的时候 我怎么用一个最好 我心目中最想成为自己的姿态去和大家离别 那这个是我整个演唱会想做到的 传递到的信息 嗯嗯嗯嗯嗯嗯 当中对于我来说 最吸签的就是每天第三到最需要的第四部分 嗯嗯嗯 滋 最吸睛的我覺得是這兩部份 個人覺得每一天都可以進步 每一天都可以成長 就算你自怨自艾都好 這是你的感受 感受過後的 我們都要吃飯 都要生活 在過程當中 我們不會再碰壁 令到我們可以再買寶箱之後挑戰 每一天的挑戰 每一天去繼續成長 如果可以享受當中的確是一個樂趣 起碼我們還有感覺 無論是甜酸苦辣 都有這個感覺 有些人真的沒有這個感覺 有些比如說 憑理醫院 又或者本身已經盲目了 又或者誇張一點 比如已經入了青山 沒有這個感覺 你和我憂愁善感也好 我們聽你的歌 我發覺有一個樂趣 為何好像情情下歌好像不是情歌 好像又有很多東西聽到出來 是的 我也說一下 我覺得你剛才有說到一件事 我自己也很同意的 就是 不是每個人都有感覺這件事是真的 不是你剛剛說的那種 睡在醫院或者入青山 是的 那種 我想有一些普通的都市人 很多時候可能因為生活太趕急了 或者每一天都是上班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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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沒有什麼關注到自己 我今天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或者我今天是擔心什麼 或者今天我做了什麼令自己開心 這些很細微的情緒 其實大家可能會很容易忽略 但是這個是最重要的部分 是的 所以我自己也有經歷過這個階段 就是剛剛畢業出來工作的時候 都是掛著做事 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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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到了前幾年有疫情的時候 可能很多事情都暫緩了 生活節奏都暫緩了 那我開始多了空間去思考 那到了那段時間的時候 我自己就會想 究竟什麼是令我最開心的 或者什麼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而就是剛好那時候 我就濕起唱歌這件事 去開始分享自己的音樂 那到了現在這個演唱會的時候 我也很想將我生命中面對的難題 跟大家分享 因為那個難題有機會是跟大家有共鳴 不只是你的難題 大家都可能面對難題 是的 還有我覺得 在那段時間我學會的是 我可能開心很容易感覺到 或者我和朋友出去吃飯我很開心 或者我在家裡休息足一天 體力很充滿的時候我很開心 但是很少人會提及自己不開心 可能很多時候都會收起來 或者很多時候都會掩飾 但是我會覺得 一個完整的人 他一定會有陽光的一面 有陰暗的一面 而我這個演唱會第三拍結 就是想說 我們不要把陰暗的一面 好像說得很壞 因為其實陰暗的一面 都是會幫助你個人成長 都是其中一個樣分 是的 都是其中一種樣分 所以只要你 好好面對自己的陰暗面 其實到你真的克服了 或者真的可以好好和他共處的時候 你就會是一個更完整的人 更加容易接受自己 所以這個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因為每個人的生命 還有很長的路 大家都不知道 不知道還有多少年多 所以 其實怎樣去和自己相處 怎樣去用一個最舒服的狀態去走之後的路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我想說羅大佑 一個著名的台灣 唱作人 音樂人很厲害 這個人 90年代來香港 成立一間音樂工廠 有葉德恒赤子 又或者是袁鳳英 袁鳳英 《天日有情》 甚至大家都很熟悉的時候 《皇后大老冬》 跟蔣志光唱的 很生鬼的首歌 但是他講這句話 令我當頭頒學的時候 他最近說 為何你們這些香港人步伐這麼快 然後他講回自己 其實應該是 衝一會兒之後 你要停一停 頭頭想一想 究竟之前做的什麼 檢討一下 回顧一下 反省一下 才繼續向前 你們都不是的 香港人 他這樣講過這句話 是啊 所以 我是很喜歡台灣人的節奏 他們未至於這麼慢 因為有首MV都是在那裡拍 是啊 所以那個MV 為什麼會選擇在台灣拍 是因為 在我的心目中 香港是個很急速的地方 然後平時的生活都很急速 但是如果我有機會可以 譬如說是退休 那我要選一個地方去 好好地過我之後的生活 我會選台灣 台灣有一種給我 很有安全感 或者一些比較清幽的環境 令到我覺得 嗯 我很舒服 我可以 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有一種很自在的感覺 所以我就在 這一首歌裡面 取景在台灣拍攝MV 嗯嗯 有機會大家去Youtube搜尋 我把我的靈魂留給你 很漂亮的拍攝 我們先聽一聽這首歌 麥文軒的瑜伽歌曲 我把我的靈魂留給你 這個歌名很棒 來到這瞬間 來到這瞬間 見證這剎那都燦爛 陶醉片刻 閉眼一瞬間 讓我把這靈魂留給你 平靜氣氛 平靜氣氛 微暖的氣溫 幻像中有你的氣氛 陪伴這黑 細汗走馬燈 讓我把這靈魂留給你 散風暑光探索 未及擁抱快樂 或有一些秘密 難跟你說 偏襲換起痛苦 他心裡放任流浪 獨來獨往 萬空下一個我 天氣浪花束光 盡興跟你唱我 盡興跟你唱我 就算終相道別 無緒歇荒 修好我的過往 他心裡繼續流浪 再重遇你 再重遇你 有當時這光 我 臨別這黑 臨別這瞬間 到別一步 請 笑呢 臨別這黑 閉眼這瞬間 讓我把這靈魂留給你 我是唱作歌手麥文軒 Sunny 講一下我這首歌的創作過程 我自己也是平時 在生活中很喜歡聽Podcast 我是外出會長期戴著耳機的人 然後無論我坐車或吃飯 我除了聽歌之外 就會聽Podcast 我有一天偶然之間 聽到一個Podcast 是台灣的一個節目 他在訪問一個 做殯儀行業的人 他就面對很多生離死別 然後他那時也出了一本書 叫做生命中最後的三通電話 那 顧名思義 當我們人生走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要完結的時候 究竟我們心目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當時我聽到這個Podcast 我立即想 究竟 如果我走到我生命的終結 我的三通電話會打給誰 然後我的路就想起 如果可以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作一首歌 去紀念自己這個生命 又或者我可以作一首歌 去送給我覺得很重要的 不只是三個人 我重要的朋友 我重要的家人 所以這首歌對我來說 其實 我當時在想 如果他日 每個人都會面對死亡 面對離別的時候 我如果可以做一場告別式 那告別式裡面 我想有我的音樂 存在在那個儀式上面 而這首歌就是那首歌 所以當時做這首歌的概念的時候 就是當是一個告別式的歌 這樣 嗯嗯 先搞清楚 你沒有患病 我沒有啊 我沒有啊 但是我明白啊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是有開通 告別式啊 告別式啊 我當然是在這裡才搞告別式的 嗯 為什麼會有這麼開明的想法 就會出來呢 這個也是在Podcast裡面聽到的 一個人生觀 一個世界觀 就是其實死亡 不是一件很被偽的事 其實 因為每個人都會遇到的嘛 那反而是 怎樣可以用一個最積極的心態 去面對死亡 面對離別 是反而更加重要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擔心著不說 去到真的那一刻的時候 有很多事情都措手不及 很多事情都想做 都沒做到 那所以 就是我自己會覺得 啊 那如果可以的話 那不如我走之前 我都預備好些事情啊 或者 因為除了他講情感方面 我可能有很多 個別式上面 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要怎樣處理我的財產啊 怎樣處理我的遺物啊 等等的事情 那其實如果 我們生前是可以 有心理準備去做好 或者做好一些交代 去告訴在世的人 我這些事情要怎樣處理的時候 其實那件事 對於在世的人來說 都是比較舒服 而且都是一種愛 都是一種體貼 又或者 在情感方面的時候 有很多事情 可能面對面不敢說 香港人 尤其是 連說我愛你 都不敢說 那所以 我就用憑歌記意 我就想把這首歌 就是我留給他們的說話 嗯嗯嗯嗯 非常之好的idea 因為怎樣這樣說呢 鼓勵大家 在這一方面 生死教育也好 或者是生命教育 類似的 類似的名字 大家不妨想 真的 是啊 又或者真的 純粹想想 究竟 需不需要有這個告別式 都是一件事 就是因為有些人 是真的想很簡單的 那他完成了自己的生命 那身邊最親的朋友 知道就好了 那就不需要真的 很有風光大壯的感覺 那我也覺得 是一個選擇 沒有說是對還是錯 只要自己 表明到自己的意願 那就OK了 但是你經常想這些 新浪的東西 在這一方面 你覺得自己的性格 是屬於什麼 憂愁善感 還是化憂愁善感 或者積極樂觀 諸如此類 你是什麼性格 很有趣 我想了解一下你 好啊 我覺得我是一時事的 就是我自己 我聽朋友說 聽朋友說的feedback 就是 通常給他們的感覺都很親切 他們很信得過我的 那就是我都給 呈現到陽光的一面 給他們看的 那我都很同意的就是 當我和其他人相處的時候 我都想盡量把我的 正面那個方向 正面那一面 去和他們share 因為有時候 可能他們都有面對 他們自己生活的難處 那如果我和他們 這麼好 這麼難得 可以有時間相聚的時候 那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製造很多 美好的回憶 或者 將我們最快樂的東西 一起share 那但是 沒有可能是 24小時都這麼快樂 那所以我有時候 我很多時候都會把一些 自己覺得 比較陰暗的時候 或者不開心的東西 都會留回去自己做消化 那所以那時候 可能真的去到野蘭人靜的時候 在想回自己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 不開心的感覺 那種情緒 其實我覺得挺正的 那種情緒 因為那種情緒 都是我創作的養分 還有 那個也是一個很真實的自己 是的 和以下來播這首歌 應該有很大的關係 是的 一點點生活備忘 是的 這首歌是我自己第一首作品 就是這首 就是這首 膽粗粗 自己填詞 填詞 就是這首 一點都不膽粗粗 是嗎 哈哈哈哈 是啊 因為這首歌 我最初作的時候 我真的想說 每個人可能會經歷很多第一次 但是你不知道那個第一次 是不是最後一次 所以我經常抱著 在音樂方面的發展 其實每一個項目 每一個工作 每一個工作 我都當是最後一次 那我確保自己 我真的擺了 100%的心思 誠意下去 做每一件事 而這首歌 當初也是 我很想把 我想和聽眾說的說話 我都寫在這首歌上面 所以 那些歌詞裡面 好像有很多備忘的感覺 就是我說 如果你怎樣怎樣怎樣 那你就怎樣怎樣怎樣 還有最後 我很喜歡最後的那一句 最後那一句的歌詞 是說 快樂難過 一一皆可 就是我剛剛想說的東西 就是無論你生活是 今天過得開心也好 不開心也好 都是屬於美好的東西 所以你應該是 希望大家可以 接納了自己 好和不好的一面 那就 會是一個很完整的自己 你經常都會 有意無意地說 一個完整的自己 嗯 是不是很重要 要接納一個完整的自己 是啊 我覺得 在我的生命的課題裡面 我有時候都會 不坦誠地面對自己 可能有時候 我也是 有時候 我好像 有點不開心 但其實 會很快就 找其他理由去 避開了 例如 工作有一些 不如意的時候 我就會 跟自己說 不要緊的 可能那一陣子會 沒事呢 但其實 當下的情緒 是 你真的不開心 你真的有一些 不滿意的地方 所以 那一下的情緒 不能忽略 反而 你好好地面對那一下 找回一個原因出來 或者跟自己 相處一下 溝通一下 其實會找到一個更加好的 解決方法 和出路 然後令到之後的事 會更加順利 所以這個 在我的心目中 就是 一個 完整的自己 嗯嗯嗯嗯嗯 很重要 是啊 真的要給空間 自己思考 這是一件 最好的事 嗯 就好像 真的要停一停 衝都行 就要停一停 是 休息一下 先檢討一下 先檢討一下自己 嗯 我們先聽一聽 第一首電池作品 麥文軒 一點點 生活備忘 在道裡我又 唯一點 尊榮 不由 魚頭羊 輝 撒生 烏 每天 操練 更好 隨年 話所得到的 好夢 卻讓我知道 要是有一點點 失落 記住曾 努力過 也可 要是有一點點 風浪 記住時間定會衝過 這刻相遠 轉眼變淺 想躲開壞事 逼不得已 不敢分別 不要拆肩 不想講再見 可否相容 可否不要放手 往往說不出口 不捨謀謀 願我學會活到盡頭 故事會不能 要是有一點點失落 記住同快樂 和快樂過更多 要是有一點點 風浪 記住想觀察經過 多小的節奏 多小的節奏 可當作地方 可當作地方 這一首非為兩 是能活過的光 要是有一點點 要是有一點點失落 要是有一點點 孤獨 但自由 也是愉快忙 向著陽光 清空中 穿索 雨後和 練習見清朗 送贈你 是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軟弱時 聽著這節奏 記錄我 一定點 時刻的感覺 拼命投放 有意廢放 快樂難過 一一皆可 嗨,我是Leslie 你現在聽到的是 好評如潮 我們這一集的嘉賓就是 我是唱作歌手麥文軒 Sunny 有興趣想更加去瞭解你 你小時候是聽什麼歌大 不如我這樣問 你覺得我幾歲 哈哈 你反問我 我不知道 是啊 是不是覺得我很老職 很老職 因為你一說新色教 通常都是三十幾四十歐 但又不是 我是一個九十後來的 我聽的歌 你的樣子不像 是嗎? 像老些 哈哈 二十到問 頂了 差不多 頂了 還要頂了 OK的 我 要保持一下 哈哈 我也是這樣說 是啊 那時候聽的歌 和大家很像 因為我剛才也有說過 就是我接觸音樂的地方 都是可能是電視電台 最主要的傳媒 那我喜歡的歌 都是最主流的流行曲 我最多聽的歌手 是兩個主要 就是齊逊和熊祖兒 我想很多九十後都 就算喜不喜歡也好 但是一定會聽過他們的歌 他們兩個對我 現在音樂的發展 其實影響是很深很深的 譬如哪方面呢? 作曲那邊? 填詞那邊? 他們兩個都不是一個 很特別說是唱作人的歌手 他們很多時候都是 收歌回來唱或者演繹 而我本身都不會唱作 所以在他們 帶給我的影響裡面 我覺得 先說齊逸順 齊逸順 我想是我這一代 很多人心目中的 神 神級的歌手 他的演繹 他的作品 很多都是有很多特別的意思 最令我覺得 學習到的東西 就是我很喜歡聽他的專輯 因為他的專輯 每一次都 有一個很特別的概念去包圍 所以 在我做自己的歌裡面 我都盡量想 我推出的每一首作品裡面 現在到現在為止 我都用一個概念去 聯繫著它 所以 希望 他日如果有機會 可以出到專輯 我就出一張 比較有概念 完整的作品 然後 至於 容祖儀 我是容祖儀 超級大客粉絲 他十幾場演唱會 我會看十場 他的歌聲真是漂亮 是啊 我小時候 在電視上看到 為什麼這個人 可以這樣唱 一邊跳一邊唱 都好像完全不用喘氣 我就覺得 如果我 那麼喜歡唱歌 我是不是應該找一個 那麼厲害的人 去做一個榜樣 那 我就拿去 做我心目中 一直以來 學習的榜樣 在表演上面 他在演唱會很專業的態度 在歌在舞 去演繹每一首歌 很用心 又或者是 下了舞台之後 他對於其他工作人員 或者他對於其他工作 不同方面 待人接密的態度 那些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學習 到我現在 有機會去發展我的音樂 或者去做很多不同種類的工作的時候 我都希望可以交出我最專業 最謙卑的態度 去跟每一個人相處 這個是我在榕祖兒身上學到的東西 你有沒有為榕祖兒創作一些demo送給他 嘩 我不敢 暫時 我折一個笑分先 一定是沒有 大哥見到他 我拿腳軟 是啊 我先儲多幾年功力 不是啦 真的打鐵襯耳 我好怕 大佬 希望有機會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會問你 你聽什麼歌大 你覺得 你的下一代 十年 二十年之後 可能也有些 唱作人會上來 好便宜遲 接受我訪問 你聽什麼歌大 可能我們的下一代 會說 我是聽麥文軒大的 你會覺得他們是聽麥文軒哪一首歌大呢 或者哪一種類的歌大呢 當然最好說歌名 嗯 我想如果要推介一首歌給我的下一代聽 哇這件事真的太遠了 我覺得 我想我也是會推介一點點生活備忘給他們聽 為什麼呢 因為當初作這首歌的時候 我真的想著 除了這首歌的歌詞內容寫給自己 記錄自己之外呢 我是很想這首歌有一個作用 是 當大家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無論你當下是 過得 都很正常 還是有一點點不開心的時候 你聽著這首歌的時候 好像我和你 在說話那樣 好像我在給你一些慰問 我希望他們聽著這首歌的時候 他們會得到一些啟發 得到一些力量 所以如果將來我不知道我的下一代 他們在經歷什麼的時候 我希望他們聽到這首歌 而令到他們有些力量 在他們的生命裏面 繼續走下去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這個也是音樂的力量 因為音樂是 你做了出來 你就會流傳 一直流傳 直到我們大家都不在這個世界上 他可能某一下就會被之後的人聽到 那個力量 我覺得是很想傳到下去 我們的兒子都會聽到 我們的孫子都會聽到 聽到你的歌聲 聽到我的節目 哈哈哈哈 這個好不好 趁這段時間說呢 我已經搜尋過了 用AI 我問一百年後有沒有人聽Beyond 他說有 因為音樂是經典 永泉 一千年後 他說有 因為跟社會紋身 很多都很有共鳴 我說如果宇宙大爆炸 地球毀滅 他說都有 因為如果還有些人是未死的 他們因為有個天性 就會補傳一些 跟歷史有關的東西 如果有些器命是可以發明到的 他們會補傳Beyond的音樂 希望AI可以幫我補傳我的歌 麻煩 不過AI會不會影響到你 找一個小小題就說 即是你說創作 是的 影響到還是幫到你呢 其實AI 我覺得AI 這個 我覺得是雙父雙成的 即是它是兩面印 它絕對幫到我 因為我自問 從小到大 我不是一個音樂出身的人 我都是中途出來學 作曲填詞 然後很多時候 我對惡理不太深認識的時候 我都是靠很多網上的軟體 或者是AI 去幫我創作歌 所以AI的出現 我覺得令到音樂的門檻低了 低了之後 我想喜歡音樂 而又不敢去接觸 或者覺得自己未夠班的人 是多了少少的空間 去發揮自己想做的音樂 這個我覺得是好寫的 但是我覺得音樂有一件事 永遠取代不到的就是人性 因為AI始終不是一個人 人是有很多千百萬的情感 很複雜的 你要怎樣去演繹一首歌 或者怎樣去把情感注入創作裏面 我想是AI暫時都不會可以做到 不會取代到 所以我覺得AI的出現幫到大家 但是未必會取代到 我太貪玩了 但是貪玩玩貪玩 跟以下來的一首歌 有關是還童求生的 還要說自己百厭 這首歌很有趣 我們聽完這首歌再跟文文軒聊天 好 WELCOME TO THE LIVING PARTY WELCOME TO THE LIVING PARTY LECOME TO THE LIVING PARTY 能力出手使我 feel so 前要逃脱 幻童智光生于世间 触到几多放弹 几多怪弹 有怪兽想挑剔就回答 Shut up 不要犯 Shut up 不要犯 麻烦走开点奥马 Don't touch me 爬落他 敬险中押起功夫心法 拜拜怪物走啊怪物 要份勇皇班 拜拜怪物走啊怪物 想对两身客人 拜拜怪物走啊怪物 拙出大头衫求求神帮我 退散澳洲坏人 提供逼劣怪物 仍然自上污染世纪 敬色陷陷照素分色太平 靠着远色寸圈套来台 OK Fence my wallet OK Fence my wallet OK Fence my wallet 还同床天空自製 Run away百万里 要快快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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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脱离 快快快走啊怪物 要份勇皇班 快快快快走啊怪物 要份勇皇班 想对两身客人 快快快快走啊怪物 快快快快走啊怪物 接住大头衫求求神帮我去散澳洲坏人 抵抗悲劣怪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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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走啊怪物 要份勇皇班 快快快快快走啊怪物 爭脱怀胆折騰 快快快快走啊怪物 拙出大头衫求求神帮我 拜脱进击坏人 快快快走啊怪物 快快快快快快 кап Corps 快快想帮我回落 快快快 拍摄 快快� 字幕提供 嗨我是Leslie 你聽的節目是好評如潮 今集的授訪嘉賓就是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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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是Sunny 麥文軒 麥文軒 隨便問一問 因為首歌聽完了 但我覺得好像有言愛之音 究竟《環童求生》創作的背景是怎樣 你想表達什麼 當中有什麼故事 好啊 那我這首歌也挺有趣 因為你剛剛聽到也覺得 它是一首快歌 比較活潑的歌 這首歌的起源 其實我很喜歡跟我的朋友聊天 我的朋友很喜歡跟我說心事 哈哈哈哈 他們什麼都說 那時候我作這首歌之前 有幾個朋友都前前後跟我說 他工作上有一點點寓意 可能跟同事有些爭執 或者有些不和 然後他們就說 如果不跟他們合作就好了 然後我就心想 原來其實很多人都會面對這件事 其實不單止工作上 可能很多時候 你坐過車 可能都會遇到一些 不太好的乘客 都會遇到 那我將這一堆不好的東西 統稱為怪物 在這首歌裡面 所以符歌裡面 都經常會提到 拜拜怪物 走啊怪物 我就是想說 原來生活中有這麼多 不好的人 不好的事 不好的情緒 來到的時候 我們要怎樣去面對它 我們不是說 要以牙挽牙 我們反而是用一個 比較聰明一點的方式 去面對他們 如果他們對我們有攻擊的時候 我們可以聰明一點 避開他們的攻擊 希望自己不要被他們污染 也都留住一個最純真的自己 那是一個 我這首歌裡面想說的東西 都將這首歌送給 當時跟我傾訴的朋友 希望他們都可以避開到 他們生活中的怪物 你令我想起很多東西 因為你一這樣說 原本一個很有娛樂性的歌曲 演化成一個很有意思 很有深度的歌曲 因為你一這樣說 我想起很多畫面 我看到的畫面就是新髮液機 新髮液機的遊戲 其實不是每次都要射那些喪屍 可以避開的 那時候 PS1 他有一些隱藏 隱藏 bonus 的遊戲 應該是打爆機之後 他打爆機 就出了那個主角出來 不是全身都是刀刀槍槍 是叫豆腐 畫面是人變成豆腐四方 那麼搞笑 豆腐的意思是 一把刀送給你 又要去過關 從頭打過 那豆腐 就是要避來避去 不是要硬碰 你剛才這樣說 就彈了好一點的畫面 Walking Dead 或者是這個 心圍機的遊戲 真的不用硬碰的 真的 為什麼你會想得這麼通透 我真的對你這個狗生仔 我想揭一下你的腦袋 我本身的性格都不是喜歡硬碰的人 因為你不知道那個人的動機是什麼 他們的出發點可能未必是很健康的 他們是想為了激你 可能為了見到你生氣就開心 或者見到你不開心我就覺得很爽 總會有這樣的人 那些叫損人不利己去的 是啊 所以你怎樣去對付他們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對付他們 那就是你就避開 你不要被他們影響到 那你才會做回你自己一路做到的事 我覺得這樣的態度是最好 還有對大家的傷害是最少 多謝麥老師 不要這樣說 專門訪問 我的人生歪理 歪理?說大哥 我不知怎麽形容這位年輕人 死啦 這次應該不是音樂節目 這次應該是一個包含了生死的教育 有不少的人生哲理 甚至乎怎樣去拆解人生難題 以牙還牙 不好意思 不需要的了 好像學新牌肌豆腐那樣 拿著一把刀可以到處閃避 已經可以過關了 也可以打爆肌 是啊 厲害 好 一個很認真的問題想問一問 麥文獻 我用一個18歲的統稱 給18歲自己的一封信 為什麼我這樣說 這個統稱就是 你有音樂的事業 有起步的時候 無論你起步的時候 多麼順利也好 或多麼迷惘也好 如果有時光機 你坐回的時候 你回去 那個時刻 一打開 打一個櫃桶 好像當你一樣 見到自己 自己介紹完之後 你有什麼說話 想向當初初心的自己 去分享 我覺得 我那時候 剛剛開始 踏出第一步 跟大家分享自己的音樂的時候 我是抱著一個 我真的純粹想抒發自己的出發點 因為很多事情 可能靠說話 未必真的可以好好地表達 我自己不是一個 很懂得說話的人 我反而覺得 用歌 未必是我自己的作品 當初自己分享自己音樂的時候 都是唱別人的歌 我覺得那首歌對我來說有共鳴 講到我的感受 那我就想分享 我如果可以跟當時的自己說 我希望他可以多些表達自己 因為一路可以有很多機會去表達自己的時候 你會越來越大膽 越來越勇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然後令到多些人了解自己 反而令到自己的生命會更加好 因為如果大家可以多認識你 知道你好的一面 知道你不好的一面 知道有哪些地方可以幫助到你的話 其實對於你那個人是會更加好 所以我也很感謝當時的自己 有達到這一步 我敢和大家唱歌 我敢和大家在IG上分享自己的歌聲 然後又有機會可以去到Busking 即是很努力去做到 出到這歌 又可以開到自己的show 我覺得 如果當初沒有那個自己的話 現在完全不會做到現在 感恩當年的自己 勇敢去踏出第一步 收貨啊 不是我收貨啊 當時初心的你一定收貨 合格的Bang 然後有個自己同樣的樣子 就會出來 剛才的女子笑話 多謝你啊 繼續努力加油 加油為口號而已 實質的行動最重要 沒錯 阿文老師 阿文軒 身上除了聽到他的音樂 聽到他的理念 聽到他 和大家剛才分享了他的創作靈感之外 有很多身世教育 有很多人生小節理 他亦都很樂意和大家分享 無論是舉辦了的音樂會 演唱會 或者將來的專輯 他的作品當中 大家一定要好好留意 好好去記得follow 是否宣傳得的 說成大話又要關注 又要按鐘仔 真的節目尾聲了 算了好嗎 真的要介紹這首歌 你的愛情觀 是否在這首歌裡表露無謂 你是怎樣一個性格 主動被動 喜歡去愛 喜歡被愛 但這首歌是有點悲傷的 是 關於我的愛情觀 我都很少跟別人分享我的愛情觀 哈哈 你分享之後 可能會有很多愛情走出來 那麼好 哈哈 我的愛情觀 其實我 朋友對我的印象 我都是一個很主動積極的人 在工作 平時生活方面 都是一個動力很高的人 但偏偏在感情 在愛情 我自己是一個極度被動的人 因為我剛剛也有說 我自己說話不太好 然後如果我要 對一個 有心意的對象 要表白 或者要表達我的心意的時候 我真的會害怕到 哈哈 我還是算了 還是不要說了 就是這樣 然後 然後 我創作這首歌的時候 自己 總會經歷到某些暗戀的階段 那暗戀的對象 可能多數都是一些已經認識的人 認識了一段時間 大家是朋友 那樣 但是 在我暗戀的過程裡面 我經常都在說 究竟 我應該跟她說 我喜歡她好呢 又或者 我跟她說了之後 她會有什麼反應呢 我很怕 我跟她說了之後 哇 她嚇到 她馬上不跟我做朋友了 哎呀 老襯啊 不是的 女性的通常 聽完之後 可能沒有表情 但她內心已經很開心 到想跳起 但是呢 未必是矜持的 她根本都不知道 怎樣表達 哎呀 不是呀 我想練成你 不是的 真的不是的 過不了自己的關 在感情那邊 所以 這首歌作的時候 我就是想著 如果 愛情 如果 如果我想去愛 但是 因為很多時候 自己的 不敢表達 或者自己的膽小 我都會跟自己說一聲 不如算了好嗎 就是 不要想那麼多 不如維持現在的關係 好像更好 這樣 這個是我 當刻 對自己 感情上 愛情上的 看法 所以就有 算了好嗎 這首歌 那是那些 純粹我自己的想法 每個人有不同的解讀 又有不同的經歷 又或者是大家的背景 成長背景 又不一樣 是真的 不可以將我的想法 套起你的人生 親身經歷上面 這個是事實的 也不是的 可能聽到你的講解之後 就大膽一點之後 可能對方人突然 因為你還沒有進一步表示 但誰知道雙方都沒有表示 真的這些尷尬 大家都不敢表達 但這些是一個 有好好的養份 令到你的作品更加豐富 這個也是事實 是 沒錯 法律不知時 過分了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收聽 謝謝 有機會再邀請 密文謙神來 沒有問題 一年一會 好啊 沒有問題 謝謝 OK See you 拜拜 拜拜 想教出真心 偏膽受傷 也說也有笑 偏雙俗兩毛 沉默伸出的相感 扼殺了半點天馬 有幸運裡作流 偏直出幻國 应该断言算了吗 我为多心好吗 目前也算好吧 如温不做谈 只想只顾身春两手 会否觉得 可怕不知 我未承认这只怪 该清醒一点不必靠近了 数十秒动态清一平稀调 无视生非的伤感 越谈论越有一点可笑 默默古作正常 很想了不起 可否断言算了吗 我为多心好吗 目前也算好吧 如温不做谈 车上即管伸出两手 会否觉得 可怕我知 我未胜任这资格 多想说了吗 其实应该啼花若然 学会噴露 能分开笑吗 转转一生海不了后 等觉如转发 也许 会过到这天怪 或许多风人 我只是你的 鱼房 我只是你 后见 我是Leslie 请听我的超越 Beyond的故事 Show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